現在還有問Tesla 我看到好像新能源相關股份 其實最近都有不錯的勝負 但是可以唯獨Tesla都好像沒有什麼反彈 究竟是不是殺錯了呢? 其實我覺得殺錯了的那些是很高的 不過就是說其實它近來都是受到多重的 就是所謂的利打因素是困擾 其實這些利打因素很多人都數到出來的 這個最精緻的董俠的董儀就如下了 除了很多人眾所周知的 就是Twitter一件事一直玩來玩去 跳出跳入 其實在美國的投資界裏面都覺得很反感的 不斷說究竟是不想Tesla去買Twitter 或者是Twitter本身買還是不買 這個好像無限跳出跳入那樣 其實這個市場都不喜歡 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在現實的骨感業績的角度 其實大家都有心想準備 Tesla第二季度的業績 也都是相對第一季應該是會有一定的走樣的 因為它五月廢了 是不是? 它上海那邊是封了 是隔壁都挖不了車出去的 就是它廢了一個月 它變成同比環比的角度 都變相來可能會做差了的 當然了 市場的分析師我猜它沒理由這麼蠢 它應該會計及這個因素的 但是計及這個因素之外呢 股份就要先下跌了去反映這個所謂的因素 我覺得如果是要令到股票停車的收復呢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它在往後再一期一兩期的業績 其實那個是證明到的 它那個汽車的增長量是可以符合起碼 最低馬斯亞經常都說的要求就是說 今年因為它經常都說150萬架沒問題 150萬架沒問題 其實你起碼去到第二、第三季 你慢慢被人看到原來真的可以的 如果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股價就很自然而重拾那個所謂的動力了 這個OK 所以變成近來在六至七來講 我覺得它都會一個比較痛苦的整顧 其實是上下整顧為主 另外我都會覺得其實是有一種直覺的感官 就是說其實到什麼時候呢 可能它重拾聲勢呢 就是當沒有人說它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看到它近來一天都在輿論封口那裡的 香港的散戶或者美國的所謂的投資者 天天都在討論它 我經常都覺得天天討論的東西 兼其是技術壓制著的物體 就近乎例牌是不升的 直到可能人家轉移了它的話題 看到它都不動這隻東西 然後很黏的 不看了 只是掃給亞迪 天天討論給亞迪 這個不討論Tesla 我幻想如果去到那一刻 可能Tesla就回到那一回升 還是給亞迪到那一回回 大家拭目以待看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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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